2017年9月13日下午7点 庶民安元分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 来到了吉安市区的一栋公寓楼内 准备对一个名叫张聪强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他是一个住宅 可能他作案的地方可能有他处 但是我们进入他那个公寓里面 我们就发现 一进去 他老婆跟那个张聪强的犯罪嫌疑人 张姓犯的犯罪嫌疑人 他显得十分慌张 十分慌张 然后阻挡我们进入 就在女子阻挡侦察员进入房间的时候 旁边一名男子突然转身 迅速跑向室内 他觉得事实不妙 赶紧到进入房间内 去赶紧进入他那个阳台内 把他那个电脑关掉 好 我们一看他那个就是在一个毁灭 那个证据的一个行为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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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不要动啊 小孩在这点啊 我跟你说 小心把他放进去 把他放进去 男子很快被侦察员控制 警察室 此人正是警方要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张聪强 也就是赵鹏宇的上线老佛爷 而在这套住宅内 侦察员现场查获了大量电脑和手机等作案工具 经过清点 大概有八十多台那个手机 是专门用来 在 在 在 登陆国外的账户 进行游戏通知 就是盗刷信用卡 侦察员发现 张聪强所盗取的 全部是日本公民的信用卡信息 他在把部分信息 卖给下线赵鹏宇的同时 自己也在盗刷日本公民的信用卡 他的套现手法 是以帮别人 带充值境外游戏点卡的方式来实现的 他选的是一个日本比较 比较热门的一个网络游戏 比如说我们要从一百块人民币 可能他会有一百个点线 但是他可能是 打五折 打四折 甚至三折更低 这种价格去 那很多人就会 很多人就会 在他这里进行充值 不过 让大家没有料到的是 这些证据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随着调查的展开 民情很快在张聪强笔记本电脑里 又有了一个极其惊人的发现 发现了一个命名为 十亿邮箱数据的一个数据包 我们十分惊讶 发现这个数据包 因为我们点现在一看 里面的数据很大很大